洪永成和太太梁樂妍的愛情結晶品Amber 在去年12月出生 兩夫妻就開始了毛子景的臭B生涯 做了臭女工差不多一個月的Tony 這日就要開工賺奶粉錢 她還和我們分享做新手爸爸的感覺 心態我真的不知道 你都說對人生還是對工作 但我很肯定就是我的時間節奏就變了 現在我出來工作 老婆負責看早上、下午 一到晚上就我接手 夜間 我夜間同事 還在適應 但我真的好在有件事 原來拍劇有另一個好處就是 我們每次拍劇 可能日中間有少許休息時間 一個多小時 睡一睡 眠一眠 立即可以充滿電 原來這個功能 是可以放在臭嬰兒上的 因為同事見到我 你不像很累 是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不像很累 但我其實已經是連續夜晚 差不多一個月時間 兩點鐘是一次 四點一次 六點鐘是一次 這樣 我又覺得沒什麼 因為一掃完風 餵完奶 餵完片 我又欺負她 她又欺負她 一個鐘頭又起床 又做同一樣的事情 我又沒什麼 OK Tony透露太太差不多坐完月 現在最急不及待 就是去跑步 她還帶包老婆很滿意 因為為母語而升級的身材 是 吊鏡經常說 挺好 風滿 有自信 是不是 有沒有說 之後再生多一個 暫時 未計劃 但當然有兩個小朋友會開心 互相陪伴大家 又是成長 嗯 還有問到一個問題 未來新年 我知道你們是否已經準備了 新年的利時風 是的 是的 準備了一個給你 好 是怎樣的 是否自己畫 不是 我找人設計的 嗯 我覺得 我找人設計的 我覺得 一家人 一起的 利時風很開心 好有紀念價值 希望派多些福給大家 大家開開心心 是的 近來娛樂圈起事重重 除了Tony榮聲爸爸之外 何眼師也宣布 和老公鄭俊宏 做人成功一索得藍 這日Step的好姐妹 蔡思貝 現身電視城開工 就和大家分享 發言Step大肚的趣事 其實是有一天 我們聚會的時候 我突然之間 好像有靈感 測覺了 是真的完全毫無先兆 但是我突然之間就說 你是不是 然後他 為什麼你知道 就是這樣的 所以 是很突如其來的發現 然後 我就 呆了 好一個十秒 其他Sixers呢 其他Sixers 有些可能早過我少少知道 有些都是好像我這樣 不知道那天猜到 這樣 所以大家突然之間 嘩 好 突然之間就知道了這個喜事 是 大家已經吸一吸袋在猜 究竟 哎呀 我們早知道快點是兒子還是女兒 那些 都是例牌的 然後 大家很期待 有一個新的成員 加入我們這個群組 會不會 說誰想做企母 搶著來做 我想每個人都會是契媽媽 因為 我們群組裡的所有小孩子 都是我們的契寶寶 就是我們現在已經有很多個小朋友 在我們的群組裡面 Sixley和Step老友鬼鬼 見證著對方結婚和帶肚 她說感受到Step成熟了很多 我覺得她是所有事情 就是 她都是很輕鬆地去看 但是她是很謹慎地去處理 我們都經常都說 Step自從結婚之後 好像 哇 整個人又成熟了 又有智慧了 不是開玩笑那種有智慧 她真的覺得為何這個女人 經歷了結婚之後 是可以 變了這麼多 很多時候我們現在是有什麼問題的 她是會是那個智者發言 對 以前可能她是那個 欸 有沒有所謂的那個 但現在她是 她經常都是很智者很成熟 她幫我們解決問題 反而是這樣 Grip Charlie會 所以我覺得她是很準備好 去做媽媽 現在越來越 由以前是 純粹六個女生 到現在好像每次聚會都會變成家庭樂 我更加期望有多些這些時光 在一起